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打造优质公共活动空间 苗栗市水源里的社区活动中心 经过前后任市长的努力争取下 历时三年时间终于是新建完工了 市公所举行启用典礼 期望这一处结合社区活动集会及福利服务的场所 能够带给民众更多元的休憩体验 歇途一事诚心敬拜 感谢老天庇佑让功臣一切圆满 市长邱振军指出 早年水源里居民只能在简陋铁皮屋围建当中办活动 感谢县府大力支持博用土地 以及苗栗之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捧刺灯 慷慨捐助一千万元工程经费 在前市长邱炳坤任内动土新建 如今这座苗栗市最大活动中心才能顺利完成 建筑的建坪大概有445坪左右 那我想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活动中心 还有亲子馆还有日照中心等等 相信这个活动中心完成之后 一定会给地方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另外 这个我们也跟大千医院已经完成这个签订 它的日照中心这部分也已经完成 我想盖动这个建筑非常的容易 但是呢要怎么样让它活化 让它更能够发挥它的效能 我想这是我们日后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努力的地方 水源社区活动中心不仅是里民休憩参与活动与集会的重要场所 更结合日照中心与儿童亲子馆等福利服务 县长需要窗肯定施工所用心规划 也赞取为全苗栗最美的社区活动中心 看到美中美奥的这个水源里活动中心 这个水源里活动中心真的有感而发 大概是全苗栗县最漂亮的活动中心 大家也赶紧赶紧 现在已经整个都尘埃落定了 希望能够打造出这栋又安全又舒适的公共空间 众人欢喜剪彩 见证水源里社区活动中心 落成请用 市长 县长及立委徐志荣 一同贴上门牌 象征居民美梦成真 市公所也欢迎乡亲 善用这处取得绿建筑标状的 友善空间